哈喽我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Gayson 今天出到了一款电视果 我现在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电视果 电视果就是可以把普通的显示屏 或者普通的电视变成智能电视 或者智能显示屏 你把它插到这个电视屏幕上 或者一个显示器上面 它就可以完成投屏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它观看一些爱奇艺的那种 或者刷一下平时的小短视频了呀 之类的 同志给我的大概意思就是相当于一款投屏神迹 而且它的体积比之前的4G电视果小了很多 并且又多加了一些新增的功能 像什么智能语音遥控 双系统一键切换 刚才我简单的测试 给我最多的感触就是这个智能语音 有一个大的赞 可以用语音来控制一些你想看的电视剧了呀 或者短视频之类的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电视果装上去 然后和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科技测评博主 所以说有什么不大位的还是大家多多理解 我们稍等一下 刚开始打开的时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刚才我已经测试过了 所以说现在只需要用手机上的电视果APP 扫一下这个屏幕就可以播放了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手机上的这个APP来操控 第二呢可以是用这个遥控器来操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试一下这个语音功能 安住中间的语音键 播放极限挑战 情况上已经出现了每一季的极限挑战 播放第二季的极限挑战 好了现在我们再换一个关闭极限男人班播放 奔跑吧兄弟 是不是非常的给力 然后这一系列的奔跑的兄弟就全部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播放葛一森的开箱视频 这个开箱视频都有点多呀 但是能看到我 对这个第九行的这个就是我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你看最起码能找到我 是吧这样就可以了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给能带 前几天我自己看自己的视频还是有点尴尬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不看了 说一下这个他的其他一些功能 他其实不光是有智能语音 支持直播点播音乐照片 手机视频等一键投屏 支持奇异果TV 云视听极光酷猫视频芒果TV等蓝牙语音控制 支持红麦学习可操控电视机 他也可以在屏幕上学习 总之呢 这只是我了解到的他一小部分功能 还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你在宿舍只有电脑 但是你可以连接这个电视果 然后用手机直接投屏都可以看 再比如说你打游戏的时候 就可以投放到屏幕上 让很多人观看得到 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文档或者PPT需要投影的时候 这个电视果都可以用来完成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